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想着今天蛮感动 五十多年前我在乡下长大 你说你要学打鼓 要把打鼓做你的职业 你可以想象一般的家人会怎么想 很多的亲朋好友 世上是有很好意地给我们说 要不要重新思考等等情况来讲 我的父母竟然完全地尊重我 我倒现在想着为什么 那么当时的打击业 好像没有什么未来的感觉 打击业到底能做什么 那父母对我的信任 认为我喜欢就尊重我的感觉 我倒现在没有办法忘记 这对我影响很深刻 所有的孝顺 我认为应该是彼此爱吧 彼此尊重 我从十几岁到台北来 除非出国那段时间 我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没回家的 从来没有超过 最长的一个月常常回去 我爸爸年纪蛮大的 已经九十五岁了 我们现在每天晚上多视讯 每天不是偶尔每天晚上视讯 这个跟家人之间 过年过节 尽可能地搭相聚 我觉得蛮好 我在四十多年前 出国读书的时候 家境不怎么样 我的妈妈在告诉我 你不要打工 我心想我可以一边打工 一边读书 你不要打工 你赶快去赶快回来 所以我在外面读书 没有打过一次工 那这个家的孝顺是尊重 彼此相爱 我觉得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伙伴上 好像也蛮好 我常常跟我的伙伴讲 孝顺的孩子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不管工作 或是未来的家庭 都是可靠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提到这 我觉得很基本 很自然 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 我跟家人的互动 是美好的 而且有朋友们 听说我们听不到这一段 真的吗 对 我还 还谈到遗书啊等等 今天谈到你的生活 你的理念 对